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巴马健保的最新消息 张总裁好 嘉一 所有的观众大家好 有关欧巴马健保 应该说是2月15日就到期了 不过现在是有一个延长时间的 这么一个说法 对不对 那现在也就是说 想要参加的朋友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 这个是我们欧巴马健保 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资讯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理想 我们本来是从去年的11月15号 忙到今年的2月15号 总算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准备度假去了 结果突然之间又来一个行政命令 又延长了 而且这是延长到4月30号 4月底了 为什么它会延长呢 可是这次它不叫延长 你不是说你任何人 想要换保险公司 想要换計务 你都可以换 不是的 那是要怎么说呢 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新消息呢 去年2014年 欧巴马健开始实施以后 到今年2015年 是不是大家要报税了 如果说你今年2014年 没有买保险的人 到今年一报税的时候 突然你的会计师告诉你说 加1 你今年收入什么都很好 去年赚5万 今年赚了20万 真是很开心 对 可是呢 我现在报税的时候 你的健康保险房哪一家 你的有没有任何证明 你说对不起我没有 那不好意思 你去年赚20万 收你1%的罚款 你要付2000块你才发款 那今年呢到2015年 你还没买啊 还没买 对不起 20万你才发4000块了 哇 就是翻倍的涨了 对 那这一次 它特别延长是给这些 没有买健康保险的人 因为你的会计师 在算你的决定的时候 把你给吓到了 所以说这一分钟 你突然之间 从睡眠中醒过来说 我还没有买 我需要 而不是你生病了 我突然之间觉得 我需要的这些人 那你还可以 从现在开始 到4月底之前 赶快去买 对 但是你过去买了 cancel了 policy什么的 你就不在这个资格之内 你要换保险换什么的 不是 就是突然之间 被你的会计师吓到的 那一批人 可以在4月30号之前 你还可以来买这个 罗巴马Care 这不是所有的人 这只是刚才我们张总 才说的那一部分的人 但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买不买保险 无所谓 只是在这个 打个勾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个 可以说是税表上面 打个勾 对 对不对 但这个税务局 是也查不到的吗 对 没错 没错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今年不是明年 2014年实际上面 如果你买的是 加州全保的话 有政府补助 你会收到1095A的这个表格 那现在的多半的 如果说你已经用了 政府的这个福利的人 你会收到这个表格了 可是呢 你如果说是买的 自己掏钱买的 是office change的 你就没有收到任何的表格 或者你是公司团体的 你也没收到任何的表格 这1095C也没寄来 但可是到法律规定 2015年 今年 对不对 的时候 对不对 你如果说有健康保险 那保险公司 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就会把你今年的 有证明 你有保险的证明单 会给你 对不对 但在一种情况之下 你在2016年 就报2015年税的时候 你想一下骗 也骗不过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今年 2014年 如果没有摆保险 2015年 当你的会计师在问你 你有没有保险 2014年 有没有保险的时候 你如果说去打个勾 而且说我有 可是你是没有 你要知道 OK 你去欺骗了一个 连美国总统都怕的单位 哪个单位 国税局 是的 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怕国税局 你今天你敢去欺骗国税局吗 不敢 你想要欺骗他 试试看 OK 可是你刚刚讲过 我不买保险 真的大的风险是什么 不是怕罚款 真的是怕 我们在过去节目里面 一直讲 美国有51%的人破产 不是因为他浪花钱 而是他生病没有保险 而让他破产 所以说罚款是小事 真的没有保险 住一天医院 在美国一天的费用 是9200块钱 很高 平均的数字 所以说保险重不重要 保险真的很重要 奥巴马真的推出 这个全民健保 就是让所有没有保险的人 都能买到保险 没有错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可能很多朋友都依然觉得说 好像真的有点蛮复杂的 这里面这么多东西 听好像一时间也是 不是那么明白 可以让我们近距离地沟通一下 好好地了解一下 这里面的详情到底都有些什么呢 是的 如果您是个人的部分 很简单 只要拿起电话来 拨到我们公司 所有的问题 在那通电话挂下去之前 你都得到解决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只是看你想还是不想 就是告诉我 你现在收入多少 年龄多少 准不准备生孩子 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生病 你的种种的想法 你有没有看什么特殊的医生 种种的东西问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告诉你 好 以我们的经验 而且告诉你经验很重要 华欣保险的经验是在2014年 全加州全民健保里面 联系做得最多 是全加州的第一 之最 对 那我们有那么多 累积那么多的经验 我们会知道说哪个保险公司 它的哪一个计划 哪一个医生可能最适合你 我们这样子帮你安排 OK 那是很多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我有了保险了 但是依然看不了医生 看不了病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留到这个问题 在之后的一个单元 再继续和大家聊好吗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进度广告 马上回来 呼吸引